上周五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香港 包括以特首林郑月娥为首的一众港共官员 以及先后的警务署处长 以至先后几位港澳办中联办主任等 中共就在本周一宣布报复 除了美国参议员、美国人权组织和民主基金会之外 更加在香港进行报复式的大拘捕 包括派200个警员冲入这个一传媒 《苹果日报》的办公室 拘捕老板黎智英和他两个儿子 甚至连他儿子在中环开办的茶餐厅 也因此被查封 难道买外国食物都违反港版国安法吗? 警察藉口被捕人士的办公室 和《苹果日报》的编辑室是同一层 就是新闻自由为无物 强迫记者离开再任意搜查新闻机构的材料 破坏传媒对资料来源保密的原则 在上星期 中共的外长黄毅先一反早前恶型恶上的态度 声称这个中美之间两国应该重启对话 而中共的反美宣传也突然消失 有五毛党爆料就说上司要求停止反美 而要改作中美相赢的宣传 但一个周末就令一切进一步恶化 比起制裁美国参议员或组织 在香港强行拘捕传媒的老板 打压新闻自由的行动 当然影响更加深远 这种做法所挑战的不只是美国 而是一向更关心新闻自由的欧洲各国 以拘捕香港人作为反制美国的做法 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原因就是香港人既不是美国人 针对香港人只能够激怒美国 却完全无法伤害美国的利益 同时中共不但自行摧毁港人对前途紧如的信心 令港人在无选择之下大举移民英国等地 丧失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紧如的功能 这绝对是自残 而进一步侵犯港人的人权、新闻自由等的行为 只会激起一向受到这些问题约束的欧洲各国 以及因中英联合声明而不得不反应的前宗主国英国 作出必须跟美国联合一起的做法 而中国外交部自己的说法 就是搬石头踹自己的脚 不断将所有民主自由国家 逼令他们一起要跟美国共同进退 这个和一年半载前的形势是完全相反了 英国执政保守党前主席施志安 在中共港共报复前一时 要求英国政府紧急制裁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 而如今港共直接用国安法来拘捕这个一传媒老板 以至相关记者以及一家英国传媒的记者 就明显只会令到英国政府压力更加大 而必须采取更加直接的行动 周日五眼联盟 也就是英美加澳纽才发表了联合声明 质疑特区政府大规模DQ候选人的参选资格 以至不恰当额后立法会选举 而欧盟的两龙头德国和法国 亦是上星期才为此取消与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 中共这一连串的措施都反映了西方各国就中共不断加码下 变得是没有选择 只有全面走向冷战 认同美国近月重新发起冷战的呼吁 中共在香港出招越急 即使原本在香港问题上能够做到的不多 就只有进一步制裁港共以及中共的官员 以至他们的家人 但是美国更加在台海和南海 有作出更多反制的可能 例如周一美国的卫生部长 以至美国国旗的专机 登陆台北的重山机场作观色访问 这个就是中国即使是上星期软化 呼吁双赢 亦都阻不了的外交破局 中共以往将这些行为定位为改变台海现状 威胁要战争 这个是认真的吗? 究竟中国是不是真的准备要与美国一战呢? 我是林毅 多谢大家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